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4月20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暴雷 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首先咱们看一个北京的统计数字 就是一季度 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367元 这个同比增长3.6% 比上年全年提高0.4个百分点 从四项收入来看 工资性收入增长5% 经营净收入增长3.8% 转移净收入增长3.2% 财产净收入下降1.9%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0047元 增长了3.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551元 增长了5.3% 支出方面 一季度北京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0045元 同比增长6.3%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875元 增长6.4%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6706元 增长5.2% 就是一季度 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367元 合着每个月7000块钱 估计是全国最高 但是有一项说明了 财产净收入下降1.9% 这个怎么理解呢 是不是说明房价跌了 或者是股市跌了等等 因为其他的项目都在涨 工资也涨了 转移净收入也涨了 金银净收入也涨了 就财产净收入下降 也巧了啊 4月18号 2023年世界最富裕城市报告出炉 中国香港 北京上海 分别位列第七第八第九位 中国一线城市 高净值人数 十年来暴增105% 大家看下面这个图啊 这个是2023年世界最富裕城市排名 一共是前十名啊 七八九都是中国城市啊 美国有纽约加州湾区洛杉矶 日本是东京 英国是伦敦新加坡 然后悉尼 2012年到2022年间啊 北京上海的高净值人士分别增加70%和72% 分别是12.82万名和12.72万名 香港啊 则下降27%至12.95万名 是不是说明香港是越过越穷啊 富人越来越少吗 高净值人士啊 它是在下降的 要么就是香港啊 整个的经济形势不好 要么就是香港富人移民了 总之不是好现象 我记得前不久 胡润排行榜 它也列了一下 根据那个胡润排行榜显示啊 北京上海啊 深圳啊 杭州啊 还是高净值人士 就是富裕家庭比较多 怎么财产600万以上的 还是集中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 无论是啊 北京的这个高净值人士 还是说北京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 都说明北京上海这些地方相对而言 房价不高 说到房价 大家再看下面这个图啊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啊 2023年一季度 地产库存达到了6.477亿平方 又回到了2015年那个水平 2015年啊 来了一波涨价去库存 涨价去库存实际上就完成了债务转移嘛 让韭菜啊 把这个安接贷款都背上了 那这一次啊 房地产库存又到了这个高位 而且啊 随着保交楼啊 完成 这个房地产的库存啊 可能还要增加 那这个库存怎么办 是涨价去库存呢 还是降价去库存 还是靠吹呢 忽悠韭菜 给韭菜制造焦虑 让韭菜冲进去借盘 去库存嘛 大家知道库存是很可怕的 因为它没有办法编成现金啊 它必须卖掉啊 编成现金才能流动起来 就是咱们老说的 这房子必须让韭菜都背上 让韭菜把这个安接贷款套上 每个月给银行还贷款 为银行打工30年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逻辑啊 现在韭菜都不买房 也不背债务 老想着坦平 自己该经的义务 该经的责任 自己都放弃了 所以这个库存啊 越来越高 从这个也说明所谓的第一季度 什么小阳春呢 楼市回暖呢 还是吹嘘的成分比较多啊 还是一种数字游戏啊 咱们一直说的啊 中国楼市它的库存啊 恐怕也是结构性的 你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 有库存不怕 你只要一放开 它就库存就没了 但是三线四线五线城市 你比如贺港 你那个库存怎么办 现在可能还在盖 那房子盖完了之后谁去买呢 最后全部变成坏账 变成不良资产 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啊 这个有个专家说啊 不管是买房子还是买股票 它本质啊 都是几股穿花 就是让后面的人来接盘 大家接盘一下 大家看这个视频 所有买卖都是几股穿花 所有的买卖 无一例外都是几股穿花 都是前边赚后边人钱 我们现在所有的金融机构 一张口就说 金融杀片 旁杀片 旁杀片 告诉你们 不是这个道理 所有的买卖都是几股穿花 我们一个公司上市的时候 他拿十个亿的股票去上市 他上市我们这帮二百五去买 买完了之后 他把钱拿走 他拿走了 我们这帮人走不了 走不了怎么办 我必须等待下一拨人再进来 下一拨人进来 我们就能走 他不进来 我就死在这 他一进来 我走了 他在这个地方又套上了 他如果再走 用比方再下一拨人 就这样的 循环往复 循环往复 大家说 不对 你比方茅台 茅台每年他要分红 他要分10% 8% 但是 10% 8% 你知道茅台的股票 它的市值最高多少吗 3万 他每一年能分红 能分多少 一股分30块钱 他能分多少钱 所以 记住啊 股市赚钱是两个 第一 分红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炒作人 一流的人摩斯争钱 二流的人发股争钱 三流的人用别人钱争钱 四流的人用自己钱争钱 五流的人把自己的钱交给别人争钱 六流的人把钱放假来赔钱 七流的人 没事上赌场 不懂装懂抽 票赔大钱 这个专家说的很有道理啊 实际上就是咱们要忽悠接盘侠 赶紧让接盘侠来接盘 所以这些中介呀 发展开发商呢 甚至政府就不停的营造这种气氛 楼市要展了 再不埋 楼价 房价又要上涨 说来说去就要让韭菜进来当接盘侠 高位接盘 不过这个专家说的股市的散户说的更准确第七种人嘛 啥也不懂的自以为自己懂跑到股市想去割别人的韭菜 自己不知道自己就是个小韭菜 割的根的快没了 说到股市我再提一句啊 大家都说央行放了40万亿的水啊按照常理啊 那当然了这个常理我也不认可 他说按照常理 你房市不起来 那股市就得起来 蓄水池嘛 你房市接不住了对吧 水不愿意往房市去 那股市肯定要起来 所以很多炒股的就相信这个逻辑 从去年甚至前年啊 恒大一爆雷 楼市也不行了 大家就盼着股市要涨 结果呢股市涨了吗 股市和楼市不是悄悄板的关系 这个在国外是悄悄板 或者在哪国是悄悄板 可以 总之在中国它就不是悄悄板的关系 就是各走各的路啊 互不干扰 股市啊 这很难超过4000点 你只要到了4000点 领导就睡不着了 这压力太大 哪有3000点安全呢 因为在3000点 你往下跌死不了人 往上涨也死不了人 可进可退 你要到4000点 往下一砸就出问题了 这是第一个啊 就是说领导啊 不希望股市涨得高啊 不安全了 金融安全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还有人梦想的涨到5000点 你就疯了差不多 第二个呢 就是很多散户他想不明白 就是股市指数啊 涨到4000点 跟你赚不赚钱 是两个事情 股市有可能涨到4000点 但是你还是赔钱 好不容易涨到4000点 你看你的账户啊 好像盈利了10% 很开心啊 开始庆祝了 结果稍微一调整 你那10%的利润就没了 再调整一下 你已经赔了一半了 股市里面有那么的机构 有那么的大佬 有那么多有团队的 人家是集体的智慧 搁的是谁呢 他们赚谁的钱呢 这个难道不想一想吗 何况股市最大的庄稼 是政府啊 我们再看看央行 最近对楼市啊 又发生了啊 这个央行说 对楼市我们既管冷 又管热 就是冷了也不行 热了也不行 4月2日 中国人民银行召开新闻发布会 就2023年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 有关情况答记者问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展 朱兰表示啊 近一段时间 随着前期稳经济大盘稳定 房地产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各方信心加快恢复 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积极变化 交易活跃性有所上升 多项指标于去年四季度相比 出现边际好转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 从数据上看 今年一季度个人住房贷款月均发放额 大约是5900亿元 和去年相比 比去年月均发放额要多1900亿元 对于同期商品房销售额的比值 处于合理的区间 一季度开发贷累计新增约5700亿元 与同期商品房债建规模相比 也处在比较高的水平 同时债券方面 一季度房地产企业境内债券发行 同比增长超过20% 境外债券市场新兴也在逐步恢复 左栏还表示 去年的年末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成立了新发放 手套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 实现了阴沉实测原则下 手套房贷利率政策的双向动态灵活调整 也就是说 可以既管冷又管热 既支持房地产市场面临较大困难的城市 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 又要房价出现趋势性上涨苗头的城市 及时退出支持政策 恢复执行全国统一的手套房贷利率下限 据统计 截至三月末 符合放宽手套房贷款利率下限条件的城市 有96个 其中83个城市下调了手套房贷利率下限 这些城市执行的下限与传国下限相比 大概第10到40个基点 12个城市取消了手套房贷利率下限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央行出来解释一下它这个数字 前几天统计局公布了一季度的这些数字 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大家都不相信 有的说是通胀 有的说是通缩 有的是滞涨 公说公的理 婆说婆的理 所以央行专门开个新闻发布会 来解释这些事情 那么就房地产这块的 我给大家念了一下 核心意思就是房地产交易数据很安全 房地产开发商贷款比例失踪 然后境内发债是多发了 境外发展信心逐步恢复 它的意思就是境外房地产一分钱没发 但是信心呢在恢复 你说你这房地产的境外债 你还发个谁呢 谁还敢要呢 楼市的信心有所恢复 有没有恢复啊 这个各自都有一本账 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何况呢 这个统计的数字 和每个人的这个体验呢 也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啊 楼市有没有恢复 咱们可以看这个先行指标 就是土拍市场 咱们一直说啊 叫春姜衰暖鸭先知 这个楼市好不好 开发商人是最清楚的 因为开发商人是无力不起早 有好处才要干 这个面粉要涨价啊 面粉厂 他肯定就要到处去收麦子 如果他觉得面粉要降价 他就不会去收麦子 他要把库房的麦子全部用掉 还要保留现金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 那么这个土拍市场啊 无论是北京的 还是上海的 或者是成都啊 杭州啊 这样的网红城市 这些土拍啊 都是核心板块啊 就是区位非常不错的 这些板块 各个房企都愿意去抢 你像万科啊 宝利啊 但是郊区的地块 他就很难拍出去 只有降价 降价之后 也不是大家都去要 逼那些国企啊 去接盘 国企是硬着头皮啊 把它拿下来 因为地方政府需要钱呢 地卖不掉 他土地财政怎么办呢 这个是一线城市和网红城市 是这样子的 一个规律 那么三四线城市 小城市啊 全部靠当地地方的这个房企啊 去接盘 你现在这个宝利万科 根本就不去了 大房企啊 在小城市基本上绝迹了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以前什么碧桂园 什么荣创 恒大 万科都要去抢啊 因为你抢到土地 就是赚钱了 面粉要涨价啊 所以你抢到麦子 你就是赚钱 所以从土拍市场来看 这个楼市并没有所谓的回暖 显著的特征就是这些房企 不敢随便拿地 然后只能选择性的 到这个北京上海 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 核心地块 他要去抢 因为那个是保重不赔的 咱们刚才说了 这一线城市 你要跟国外比起来 他房价不算高啊 当然你要跟全国的这个平均工资一比 他又太高了 他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土地拍卖 是楼市的风向标 是这个先行指标 土地拍卖只要没有热起来 就是房企啊 不愿意去拿地 你要说楼市啊 回暖 楼市活起来了 这个逻辑上不通 什么时候房企啊 开始大量拿地 就说明楼市啊 真的是暖起来了 因为这房企 他总要开发项目 总要赚钱呢 他不能歇着 只要有点利润 他一定会去做的 要不然他养了那么多人 他工资怎么付啊 所以说他房市啊 这个房价涨还是跌啊 房市到底有没有回暖呢 咱们再看一个专家 这个专家叫马观元 他的观点呢 说啊 房地产回不到过去了 所以他韭菜啊 不要焦虑 咱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房地产永远回不到过去 我可以讲一个基本的判断 就是房地产在过去 二十年的时间里 是中国人的第一大焦虑 所有人 买得起房子的人 买不起房子的人 投资房地产的 不投资房地产的 都很焦虑 全民为房地产焦虑 那二十年 我可以宣布 以后不用焦虑 因为房地产就这样了 像过去一样说 涨一下子 你今年不美 一下子飙涨到多少 不可能了 然后有人去抢房子 人投资房地产 少了 一旦房子不再成为焦虑 那幸福指数就会提高很多 我过去讲 中国房地产 卖房子超过两个十八 再往上走就难了 两个十八是什么 就是一年卖房子 超过十八亿平 销售额超过十八万亿 再往上走很难 所以我提出叫两个十八的 天花板 很多人不信 现在就是两个十八 2021年达到 十七点九亿平 接近十八 十八点一万亿 然后到了2020年 往下掉 为什么 说两个十八是高点 因为需求在下降 这是我 我自己做的一个测算 差不多到2030年的时候 需求掉九亿多平 2024年跌破十亿平 你一年 十八亿平 掉了一半 真实需求没了 人在变事 所以我讲 大家不用担心 以后可能根本没人讨论房地产了 你比如说现在谁讨论家电 谁讨论手机 为什么 涨一涨跌跌正常了 所以以后就不会讨论 专家说 韭菜不要焦虑 这个有道理 但是专家说的再多 韭菜该焦虑还要焦虑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专家劝大家不焦虑的时候 实际上自己一直在焦虑 可能比韭菜焦虑的还厉害 我们再看一条传言 谣言 就是今天下午 深圳楼市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或者叫爆炸性的谣言 在中介 房地产开发商 或者各个群里面传播 什么消息呢 好像就是深圳要取消制导假 财联社报道 深圳二手房制导假成为过去式 银行工作人员说 确有此事 但尚无正式文件 财联社4月20日电 今日下午 晚上传言 深圳二手房指导假时代已经过去 具体为 一 指导假不调整 二 银行核定房价 以晚签备案价和评估价孰低为准 参考价仅作参考 三 今日起执行 记者据此向银行内部人员求证 深圳一 农业银行工作人员表示 确认了 但还没有看到正式文件 所以到现在为止 还不知道它是谣言呢 还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但是这个消息 在网上引起的舆论是非常大的 非常劲爆 主流的观点 就认为 指导假一取消 深圳楼市迎来了春天 楼市要反弹 要回暖 我记得我在以前节目里面介绍过指导假 这个指导假 根据传言 它不是把它取消了 就是说银行 它不以指导假为这个标准 搁一边 指导假还有 那这什么意思呢 它到底有什么效果呢 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 就是市场价 成交价是一个价 指导假是政府出的一个价 当市场价 远远高于指导假的时候 那么这个指导假 它就对 房市的价格 有个抑制作用 具体这是通过银行 放贷 实际上指导假 低于这个 市场价的时候 银行以指导假为准的话 相当于降低杠杆 就这么简单 没有其他的什么门道 本来二手房 首付比例是40% 这个房子 市场价一千万 那么你要买二手房的话 你要拿四百万的首付 这个时候指导假 说这个房子 指导假是五百万 本来银行给你贷款六百万的 这回五百万的话 银行只能给你贷款三百万 但是市场价是一千万的 人家卖价不可能说五百万给你成交 那就意味着 买二手房的这个人 他要准备七百万 来买这个房子 这不就像当时提高了首付吗 就降低了杠杆 就这么个作用 那么房价高涨的时候 你搞个指导价 实际上对房价是个抑制 但是深圳啊 这个楼市他也在建价 这两年跌了不少 如果说指导价 他来不及调整 指导价也可能在市场价上面 就你这个小区啊 这个房子 指导价是一千万 实际上市场价 可能只有八百万了 或者九百万 大家自己算一算 如果市场价在指导价之下 或者是差不多 你说把指导价取消掉 对市场有什么用呢 没有任何作用 相反啊 如果市场价低于 指导价太多的话 按照指导价放贷款 那相当于你首付又少了 相当于给你加杠杠 所以说 简单的说取消指导价 就会导致楼市上涨 这个是不对的 根据实际情况 那么深圳现在是 有的地方可能指导价 远远低于市场价 有的地方说不定 指导价跟市场价差不多 所以你就不能一概而论 总体上啊 你取消了指导价 肯定是有利于市场流通 你越加什么条条框框的 越不利于市场流通嘛 这个道理好懂 你把指导价搁一边了 就是你这些束缚越少 越有利于房市流通 只有当指导价 远远低于市场价的时候 你把指导价给取消了 那么有利于20房交易 深圳很多炒房呢 就是因为这个指导价一出之后 一下被套在里面 因为接盘侠 他没钱去接盘呢 不是不愿意接啊 本来我拿400万首付款 我就可以去接盘呢 准备炒啊 结果现在我要拿700万 是不是一下接盘侠就少了 接盘侠一少 你这房价就要往下掉啊 现在这个谣言又出来了 我个人认为啊 可能是深圳这些炒房的 已经被憋坏了 扛不住了 马上就要跳楼了 所以这个靠谣言来救世 先把这个谣言放出来 然后再说这个取消制导价 有利于房价上涨 说白了还是制造焦虑 让韭菜赶紧去接盘 刚才那个专家不说过了吗 就忽悠后面人来接盘 所以啊取消指导价 或者叫参考价 充其量只是给你加杠杠 就像这个各地政府啊 说这个首付比例有30% 调到20%是一个道理 那么请问很多地方政府 都已经把首付比例 从30%调到20%了 房市火了吗 房价涨了吗 这几年有多少人离开深圳啊 他们回去了吗 如果这些人又回去了 那么深圳的房价也可能稳住会涨 这就像前两天这个网红城市 杭州啊造的谣言是一样的 就是确实没有什么卖点了 没有什么能吸引流量的 没有什么能吸引大家关注楼市的 所以只能靠谣言来吸引大家 谣言了旧市 那即便把这个指导价参考价取消了 也对楼市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该涨涨该跌跌 深圳2018年到2019年 那前后几年炒房客啊 被闷杀了不少 闷杀一网打尽 整个的套在山岗上 现在急需接盆侠去换手啊 指导价不关深圳有啊 好像那个广州也有啊 好像上海也出了吧 就类似是指导价 但是广州上海指导价早就取消了 这房价还不是 外甥打灯笼照旧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说明深圳的房价很危险 扛不住了 这个时候跑去接盘的 可真是个大冤种啊 接下来到了我们这个 每日一气环节 大家看这个视频啊 这个专家建议年轻人 提早做养老储蓄 告诉你啊 老了不能光靠社保 你现在就在存钱 看看专家怎么说的 有时候会有一些 比较切实的焦虑啊 现在网上有一个叫退休金计算器 自己输入进去 他算的特别快 然后算出来那个数字 其实是低于现在正常情况下的收入 而且还要考虑通货膨胀 考虑社会变化 那真的到了我们退休的那个年龄 那个数字让我们其实是有点担心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保 第一就是要不要继续焦呢 第二这个继续焦下去 或者说他那个数字 能不能保障我们的晚年 或者说老年生活 有一个比较丰裕的物质保障 非常简单的一个回答 就明确的讲 按照政府的退休 社保安排肯定是不够的 或者绝大部分的进了城的 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 人群的这批人 靠政府的退休金是绝对不够的 不用您和我来讲 黄老师 我说年轻人他们早就想明白了 至少我们这代人早就想明白了 就是靠那个是不够的 你早就应该提前 规划你的个人的退休养老的储蓄了 现在经济不好 事业率就这么高嘛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你然后又把退休政策又往后延 你冻的是最底层的奶酪 其实我退休金一看 我交了很多钱 从各种保险 各种加起来 我一看 我笑了 我也就八千块钱 我可不是企业给我交 我还交各种各种 我都不知道 但我才这样 一般的人都三四千块钱 两三千块钱 低保险 怎么活 三四千在底下很多城市 就已经是很好的 对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确实中国面临一个大的问题 不能靠这种政策解决掉 政府得有担当 天条万里的有一个最基本的盘 得把经济搞上去 是的 经济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动力 就当前来看 还是民营企业家的 尊重投资的积极性 要服务好民营企业 要保护好民营企业家 没错 他们发展了 就业才能有保证 就业保证了 那么老百姓的收入 才能够有基本的保证 没错 民营企业发展了 政府才能有进一步的税收的 不断的提高 医疗的问题 退休的问题 包括适当的鼓励 生育的问题 都慢慢的可以解决 专家说的也没错 但是你说咱们交了几十年的社保 现在很多韭菜正在犹豫 交还是不交 结果告诉你 说老了之后不能靠社保 社保解决不了问题 你还得靠自己 存款 储蓄吗 这个以前宣传说 养老不能靠子女 养老要靠政府 就是让你少生孩子 中国人不是养儿防老吗 所以养好多孩子 是为了养老 政府为了计划生育 说这个养老得靠政府 靠孩子养老不行 现在呢 养老靠政府不行 还得靠自己 所以说怎么不让韭菜生气呢 韭菜生气也很正常 但是生气归生气啊 你生气可没钱了 所以趁现在年轻 趁现在身体好 买辆比亚迪 开晚业车 如果你现在有工作 那你就把这当副业 如果你现在失业了 那你就把晚业车当主业啊 到了饭点 你就跑外卖 过了饭点 开晚业车 攒钱呢 然后养老啊 现在政府指望不上了 有很多人啊 对开晚业车啊 似乎这个不理解 有抵触的心理 总感觉不体面 这里有个新闻呢 这个新闻不是现在的啊 是几年前 安徽环山社县 王村镇副镇长叫洪生 洪生啊 37岁 刚刚离婚 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 他的工资加上补贴 每个月也就3000多元 但他却换上了痛风 需要花费15000元治疗 他没有多少存款 只能向银行贷款14000元 为了还清贷款和照顾孩子 他决定利用下班时间 开滴滴赚钱 他买了一辆二手车 注册成为滴滴司机 他每天下班后开始接单 有时候甚至在上班时间 也会拉一两个顺路的乘客 洪生啊 以为自己这个事情做的非常隐秘 神不知鬼不觉 天知地知 但是啊 他得罪了当地的出车车 这个同伙 出车车司机啊 非常记恨他 认为洪生啊 这些开网约车的 抢了他们的生意 所以他们就开始盯着洪生的车子 有一天啊 这个洪生要去县为胆孝参加会议 在路上接了一个顺路的客人 把客人送到目的地后 洪生就被十几辆出车围住了 这些人单产向运管部门 举报洪生开滴滴 违法 然后把洪生的车拉到运管所 由于洪生是公务员呢 他是副政长 公务员不得从事任何盈利性兼职 所以这个事情引起了纪委的注意 然后纪委就开始查这个副政长 经查啊 洪生在滴滴上接了359单 总收入大概有3000元 扣掉油费和其他费用 估计能赚2000元左右 当地即为给洪生一个行政警告处分 这件事啊 在网上也引起了热议 有很多网友说 作为一个副政长 明明是可以贪污的 或者明明是可以抢的 他偏偏去开晚业车 难道晚业车这么高尚吗 他不利用自己手中的公权力 去为自己谋福利 反而要通过在滴滴上接单 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靠一单10块20块的去攒钱 他平均一单是8块钱的 这个副政长 本来他是可以通过吃拿卡药 他是可以通过这个下乡检查 到企业检查来获取收益的 结果他不去骚扰企业 不去这个下乡检查 反而开启了晚业车 把业余时间呢 本来是应该在餐厅的包间 跟那些搞企业的人吃吃喝喝 然后收红包的 结果他跑去开晚业车 这样的人 反而得到了一个行政警告处分 贪污腐败的 吃拿卡药的 反而得到了高升 洪生这个副政长 能够放下公务员的架子 去开晚业车 那作为韭菜 作为空业集 你为什么就不能 去买辆比亚迪 跑晚业车呢 而且现在 比洪生那个时候 调剂已经好多了 洪生是燃油车 他买了个二手的 那多贵呀 然后还烧油啊 你现在是比亚迪 运营成本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只有一个折旧成本 然后比亚迪又便宜 现在正在降价 现在就是开晚业车的 最好的时机 赚点钱啊 好以后养老 好这期节目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